哈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 现在是早上的差不多九点了 我昨天晚上没来我家 我是在我妈那里 今天我为什么一大早就来 因为今天我是我的生日 我自己为我自己订一个蛋糕 我也没跟他们讲 现在我要去那个蛋糕店 先吃了早点再去蛋糕店 订一个自己蛋糕 然后下午拿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下蛋糕 好歹今天是我的生日 要有一点仪式感 原来过生日吧 就是好多年前喜欢跟一大帮朋友 就唱歌吃饭吃蛋糕 现在岁数大了 只喜欢跟家里面的人一起吃一吃个蛋糕 这样挺好的 就不用那么就是大张旗鼓的 我准备订一个小一点的 因为家里人比较少 我今天正好就40岁了 堂指一回间 半辈子不知不觉的自由已经过去了 还有多少年等待着我 我都不知道 下面还有多少的困难要 困难的路要走 我也不知道 只希望过好当下 以后的事情 让它顺其自然 昨天我还在说 我一下想到 我还有10年就要退休了 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我原来上班的时候才18岁 现在都已经过了22年了 就要到了退休的年龄 我们80号现在已经没有20多岁了 最小的都已经33岁了 真的是时光飞逝 所有的时间看是过得很慢 但你回过头一看 真的是特别的快 也希望朋友们把自己的每一天过好吧 这样就不管我们一生的光阴虚度 我还是来这一家 定最佳的比较好吃一点 进去看一下 有什么款式 这个蛋糕做得太漂亮 现在蛋糕定好了 98块钱 下午5点钟来起 然后现在我去买一个这种冰锈 这两天太热了 这个黑色的太吸热了 买一个那种薄一点的 就是那个丝的 这个不行 现在已经拿到蛋糕了 准备回家去了 太热了今天 30多度 这就是今天的蛋糕 一个人的生日 有一个帮我庆祝 我去买一个了 因为你做的 你会最好吃的 这种木造 做的 这一定是 建议